是好像真的很好 我真的也很舍不得 有很多的好朋友 然后有很多的工作 其实也是牵绊着我的 能够真的是决定离开 这确确实实需要非常非常大的勇气 那这个勇气来源于 第一我觉得我需要给自己一个新的挑战 就换一种生活方式 对 因为马来西亚是 对我来讲完全是很陌生的 其实是这样子 也没有什么特别多的朋友 没有那些舒适的圈子 然后最重要的是我带着我的儿子 独自的来这边 因为是中国话 大家都是华人嘛 都是说普通话 说华语都能够沟通 那来到马来西亚的话呢 我们有不同的族群 文化也不太一样 你是如何去适应 你这里的独特文化呢 这个就是我去年 在数次来旅游的时候 旅游加上工作出差的时候 我的感受 我带我儿子来的时候 去年其实先带他 参加了一个夏令营 这边的一个国际学校夏令营 然后我就会跟我的宝宝 种下这颗分享的种子 就说 如果你看马来西亚 它就是这么神奇 那我宝宝会说 哎 马来西亚为什么这么神奇啊 它为什么有马来人